欢迎收看RTM华语新闻 您好 我是林芷营 来看这一节新闻的主要内容 大马警方已经向国际刑警组织 申请发布红色通牒通缉令 并且能够掌握更准确的情报 来追捕刘特佐 大马气象局发布警报 国内多个州数和联邦直辖区 今天开始会下起雷雨或好雨 柔佛有人遭到绑架 并且摘取器官卖给医院 引起社会恐慌 柔佛警方博斥谣言 国家元首苏丹阿布拉 今天在国家王宫接见到访我国的土耳其大国民主兵 议会议长申托普 申托普和土耳其随团团员 禁见陛下后 在今天下午启程回国 申托普和随团团员是在今天早上10点45分抵达国家王宫 同时还受到国会下院议长丹徐阿斯哈的欢迎 在国家王宫迎接申托普的 还有土耳其驻马大使艾米尔 刮拉尼鲁斯国会议员 达特·莫玛凯如丁 如楼国会议员达特·孙伟轩 以及山打根国会议员黄诗仪 申托普在星期一抵达我国后 曾参观国家下议院 也到访国际伊斯兰大学 并在今天下午启程返回土耳其 财政部今早在国会下议院提成 二零二三年供应法案医毒 被指是为七号的裁案铺路 该法案将在星期五提成二读 财政部副部长达特·莫玛莎哈 今天在副议长达特·莫玛莎西 面前提成二零二三年供应法案 这项法案是允许政府从统一基金 播出一笔款项 用于二零二三年的政府服务 摩玛莎哈表示 最项法案将在星期五下午四点 也就是财政预算案时提成二读 预计将由财政部长登顾扎富提成 内政部长达特·莫玛莎塞努定强调 警方不曾停止通缉再逃的富商 刘特佐 他表示大马警方已经向国际刑警组织 申请发布红色通牒通缉令 并且能够掌握更准确的情报 来追捕刘特佐 哈姆斯尔赛努定说 国际刑警组织会向195个成员国发布通牒 如果这些国家掌握到刘特佐的消息 都有责任将消息传达给我国 亦将它引渡回国 至于刘特佐在海外下落的每一封情报 都会由我国警方去审核消息的真实性 包括根据现有的国际渠道 与有关当局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哈姆斯尔赛努定是以书面形式回答 甲洞区国会议员林丽颖的提问时 这么指出 为了应对东北季后风可能引发的严重水灾 政府在第十二大马计划下 拨款105亿3000万令吉推动的 100项防洪计划 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同时环境及水务部还通过水灾预警系统计划 在可能发生洪灾的主要河流 安装水灾警报器 在水灾预警系统第三阶段计划中 环境部共耗资4亿5000万令吉 在全国面临水灾风险的主要河流安装了74个水灾警报器 环境及水务部长达的主要河流安装 除了保障居民的安全也旨在减少灾害带来的影响 此外 水利灾盖局将专注于高影响 及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例如维护排水系统 加深河道 以及提高河堤等 JPS telah pun meningkatkan kesiak-siagaan untuk musim Mosul Timur Laut ini dengan menyediakan dan menambah baik SSS Jabatan ini termasuklah menyediakan 284 buah BAM 203 buah kenderaan 35 buah bot 995 buah sistem telemetri di Semenanjung Malaysia dan 317 buah stesen telemetri di Sabah, Sarawak dan Labuan 526 siren amaran 77 kamera dan 905 buah tukul luru sungai dan 966 buah tukul luru kawasan bagi mengukur ke Dalaman sungai dan di kawasan tapak yang diukur 大马气象局预计 从2022年11月到2023年1月 东北激候风将在半岛东部 沙巴东北部 以及沙拉越西部带来潮湿天气 气象局警告 如果激候风期间降雨量增加 同时像去年一样产生低压现象 到时西海岸的周数 也可能会持续降雨 教育部在废除中三评估考试后 将在今年年底通过期末评估来衡量初中生的学业掌握程度和成绩 GI部高级部长 Dr. Mohmar Raji指出 GI部将根据全国初中生标准 改善中一到中三期末评估的考题 Pelaporan ini bukan untuk tujuan perbandingan pencapaian antara murid atau sekolah Guru juga boleh menggunakan maklumat diperoleh daripada pelaporan pentaksiran sumatif tersebut untuk merancang dan melaksanakan strategi yang lebih konstruktif dan bermakna bagi menggalakkan penglibatan murid penglibatan aktif murid dalam pembelajaran ini seterusnya membantu meningkatkan penguasaan dan pencapaian mereka 他是在国会下议院回答吉他州 西区国会议员 Ahmad Tamizzi的提问时这么指出 他解释 通过课堂评估对学省进行全面和持续性的评估 才是激发学省潜力的最佳方法之一 为了减轻人民沉重的生活成本和经济负担 财政部副部长达德莎哈指出 政府今年一共拨出81令吉的大马一家援助金 给符合资格的目标群体 受惠的群体当中 有大约960万人都是来自B40的低收入群体 他解释 8万3000名人士获得大马一家援助金 援助金总额高达8亿2000万令吉 其中伊甘国会选区 只有14522人获得总额高达1400万令吉的援助金 他是在国会下议院回答伊甘区国会议员 Amazoni Zawavi的提问时这么表示 大马气象局发布警报国内多个州属和联邦直辖区今天开始会下起雷雨或豪雨 除了大马半岛以外沙巴和沙拉越预计也会遭到豪雨和雷雨袭击 并持续到7号 国家天灾管理机构转载气象局预报 今天下午 雪兰娥 槟城 登加楼 马六甲和柔佛等数个地区都下起了雷雨 到了今天晚上 吉兰丹和彭亨等地区预计也会下起雷雨和暴雨 明天早上 一些州属包括沙巴 纳敏 霹雳 森美兰以及柔佛部分地区将会下雨 至于到了下午时段 沙拉越 布城 吉兰丹和登加楼等多个州属的地区也预计将出现雷暴雨 当局预测 全国大部分州属的暴雨天气将会持续到7号 预计大多数地区的雷暴雨将从傍晚持续到晚上 随着东北极后风即将来袭 何时举行大选更是无法预测 无论如何 大马民防部队已经准备就绪 做好一切应对措施 以确保天灾防范任务和国家大事都可以同时间顺利进行 大马民防部队行动组副总监 Noha Fifi Ismail表示 部队上下所有成员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确保这两项重大任务可以顺利进行 部队上下所有成员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10,500名成员已经随时待命为这两项艰巨的任务效力 电灾防范术 特连倒下 Berisa 扰雪族 造成员 真的 原来 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erima kasih kerana menonton! 新一周燃油价格出炉 让97汽油价格下调五仙 让95汽油和柴油价格则保持不变 让97汽油下调至每公升三令吉九十五仙 让95汽油保持每公升两令吉零五仙 柴油价格每公升两令吉十五仙 新的油价将在十月六号到十月十二号期间生效 卫生部今天推荐卫生部网站 KKM Now已提升卫生和健康数据的准确性 卫生部长凯利表示 KKM Now是新冠肺炎情报网站 COVID Now的延伸版 符合卫生部将卫生服务数码化的计划 凯利解释 无论是KKM Now还是COVID Now网站 卫生部的目的是 打造一个共享平台 供民众参考卫生部的管理数据 Data yang berkaitan dengan pendermaan darah Data yang berkaitan dengan ikra penderma organ dan setiap minggu kita akan tambah set-set data yang baru supaya rakyat Malaysia dan juga pengguna-pengguna KKM Now boleh memanfaatkan data yang granular dan juga data yang menyeluruh dan telus yang disampaikan mengalami KKM Now KKM那网站是卫生部与统计局合作开发 涵盖的卫生数据包括捐血及器官捐赠 健康检查及传染病数据 开与保证卫生部将确保患者的隐私和个人资料得到保密 也是卫生部在处理数据的优先事项 社交媒体日前流传一段视频 指柔佛有人遭到绑架 并且摘取器官卖给医院 引起社会恐慌 柔佛警方今天发文告否认此事 并警告散布谣言是不当的行为 柔佛警方今早十点 发现这段长达七秒钟的视频 内容说到柔佛发生绑架案件 并且摘取受害人器官转售给医院 柔佛州总警长达斗卡玛兹曼发文告声明 警方调查后证实没有收到相关案件的投报 因此该账户上载的内容并不属实 他谴责散布和制造虚假消息 被视为企图制造公众恐惧和焦虑 是不当的行为 目前警方援引1998年 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展开调查 但凡滥用社交媒体者罪诚 最高可被罚款5万令吉 或监禁一年或两者监失 柔佛星山一名两岁孩童 在一家餐厅的婴儿以上不慎摔下 头部遭到撞击陷入昏迷 送院抢救后宣告不治 根据初步调查 小死者和父母用餐时 不经意用脚踢了餐桌 重心不稳 连人带椅摔下 头部狠狠撞击地板 新山北区警区主任 法律阿玛表示 这起事件是在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生 小死者在摔倒后感到疼痛 嚎啕大哭 随后就进入昏厥状态 死者父亲立即将男童送到私人诊所就医 但由于伤势严重 医生建议父亲将孩子送往医院 很不幸的当孩童被送到伊斯干达公主城的 一家私人医院后 值班医护人员却宣布孩童已经死亡 小死者的遗体随后被带到苏丹阿米纳医院 法医部门进行试检 警方目前没有在这起事故中 发现任何刑事成分 并以猝死案展开调查 国产车宝藤公司今年首九个月的汽车销量 突破十万辆 相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点二 同时宝藤还在今年第三季度取得亮眼的业绩 还创下该公司今年内最佳的销售季度 成功达成重要的销售里程碑 宝藤今天发文告指出 宝藤今年九月在国内市场以及出口销量 一共达到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二辆 让宝藤第三季度的销量 飙升至四万两千两百二十九辆 这是宝藤公司连续第四年 销售量突破十万大关 并且比2021年还要早两个月完成目标 宝藤副首席执行员Roslan Abdullah表示 宝藤今年第三季度表现强劲 是受到产量稳定 以及汽车车型的吸引力所推动 特别是2022年宝藤赛家 以及宝藤X50的新车款 除了专注在业绩增长 宝藤公司也会在最后一个季度 为未来的增长冲刺 与此同时 宝藤将通过与芝马达汽车有限公司 总经销商达成协议 预计从2023年开始 开拓电动汽车的市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讯全方位知晓天下事 下来让我们连线本台记者 用心聆听 民生动态 给您查播一则最新消息 大视觉 知天下 风雨不改 陪你贯穿世界脉络 如今 玩物世界已经充斥着许多诈骗活动 包括散播假消息 冒充身份 以及推广不存在的服务 这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 人人都可以利用虚构的身份 迅速传播资讯 因此当个精明的用户 网络用户的错误行为 同时在分享任何资讯前 记得先查证消息的真实性 为了避免受骗 请咨询真实可信的消息来源 如果不确定 不要散播 我们共同打击假新闻 美国一万富翁 马斯克提议 继续以440亿美元的原始报价来收购推特 推特和世界首富马斯克 早前因为收购案件闹上法庭 距离开庭的时间越来越靠近 推特昨天证实马斯克的报价 并表示愿意完成交易 马斯克早前提出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 但几个星期后就叫停了收购计划 并在7月正式通知推特 他打算终止交易 推特随后起诉马斯克 要求法庭强制马斯克完成收购 双方原定在10月17号 在特拉华州打官司 备受瞩目 不过随着双方愿意继续进行交易 这场企业周分也出现了转折 消息传出后 推特股价大涨22% 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马斯克的律师星期一将这一项提议 传达给推特的律师 推特也证实收到了这一封信函 继续以每股54.2美元的最初价格 完成交易 双方最早会在星期五达成协议 朝鲜短短十天内第五次发射导弹 这一次的导弹更是五年来首次越过日本领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美国总统 拜登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朝鲜 发射弹道导弹破坏地区稳定 明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日本首相办公室指出 朝鲜昨天发射至少一枚弹道导弹 并且落入距离日本东部约三千两百公里海域 由于导弹飞越日本领空 严重威胁该国安全 因此日本政府含有启动全国紧急系统 向东北部地区的民众发出警报 呼吁在室内或地下室躲避 而北海道和青森县地区的列车服务 也一度暂停 对于朝鲜在十天内第五度发射导弹 岸田文雄与拜登通电话 联合谴责朝鲜的举动 拜登还重申美国对日本防御的坚定承诺 同时美方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商讨事件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也谴责朝鲜发射导弹 指这显然是升级举动 呼吁朝鲜与各方恢复对话 努力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 韩国方面指出 朝鲜宁边的核反应堆运作正常 处于随时可以进行核试验的状态 并推测核试验可能是试爆小型核武 威力会比2017年的核试验来得大 孟加拉部分电网出现故障 导致该国大范围地区出现停电的情况 至少一亿三千万人受到影响 其中首都达卡在入夜后 电力依旧没有恢复供应 民众需要手持蜡烛或借用手机的灯光照明 孟加拉国家电网是在五国时间 昨天下午四点零五分开始出现故障 其中东部地区的电网最先停电 之后其他电网陆续断电 导致孟加拉有八成地区没有电流供应 直到晚上十分 有一半受影响的地区才恢复电流供应 受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价格急升影响 孟加拉早前停止柴油发电机组运作 以降低进口成本 由于天然气发电机组 没能满足用电需求 因此该国的供电出现不稳 孟加拉是全球第二大衣服出口国 有制衣厂透露 工厂每天停电时间长达四到十个小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正在面临情绪压力 请寻求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或是可能你身边有人正面对心理健康问题 请伸出援手 给予他们支持 关心彼此 共同关怀我们的社会 好的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是林芷盈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